在轮胎内壁要打磨区域做上记号 用螺丝刀柄顶住损伤部位使更好打磨 将轮胎损伤部位稍加大并使损伤部位通透 胎内打磨处理干净 涂上热补教学后等待十分钟 剪两片莲子线和两片生胶 中间两层放置莲子线 外两层放生胶 依次相叠成四合一 四合一胶片对准损伤部位贴上并压紧 四合一胶片对准备 损伤外部贴上细小生胶 贴到满为止 四合一胶片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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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片对准备 四合一胶片对准备 两份联合目 下磨垫上白色胶片或黄色胶片 也可以垫上肋胎皮三层 将轮胎放在下磨脱杆上 将损伤部位对准下磨凹槽 并调整好轮胎 使其放置在水平面上 用力拍打轮胎 使其与下磨更加紧密 先锁紧上磨丝杆 再锁紧侧丝杆 接上电源 并把温度调好 扭上计时开关 四十分钟后 温度降至一百度以下时 先松测丝杆 再松上丝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热碗鱼的胶片 翻面 ning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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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з手